行走中园感受厚重河南 在赫比斯的起县 寻找到了一片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宅 当然了 现在这大宅已经非常破败了 我们从破败中追一趟往日的辉煌 原来这整个一片都是大国牛牛家的产业 而现在留下来的仅仅是一小块 像这里现在都已经长满了荒草 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 先看这里 这是原来院落中的一处 我们看这墙体 经过岁月的侵蚀 已经风化的非常严重了 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原来这院落都是前后相通的 能看到这里有个门 就是前面原来也是这大宅的一部分 只不过后来分开了 包括从这个门穿进去后面也是 我们能看到的 这是几近院落中的一进 我们先看这侧边 这个二层的侧房 上方呢 建成了平顶 原来应该是建有堕墙 带有枪眼的 是有一顶防御公式在上面的 能看到啊 那边上面那个是青石流水 用来排水的 上方有三孔拱旋床 而且都经过了精雕细着 雕刻还是比较精美的 这两边的窗户都是用一整块石头 给凿出来的 看着非常结实 也非常漂亮 上方还有纹络装饰 中间是原来的门道 上方有门额 写艳意遗谋 就是要为子孙后代造福 这地方有落款 大清乾隆五年 而这边有建造者的姓名 牛天培 牛天培造的 这是原来的 这是原来的过道门楼 后面原来是有 还有一进或者两进 那才是主屋 这锅道门楼上方的窗户 窗眼是密密麻麻的 做的很精细 能看到这里也是有门框的形状 原来都是通着的 这已经非常破败 看到以前的砖 这么大 可惜了 再看这边 原来应该是和对面房子的格局是一样的 只不过上边明显塌了一层 两边是窗户 窗户都是整块石头枣出来的 很漂亮 这中间写 世古永富 这边的字迹相对比那边更清晰 看出大清乾隆五年七月初六日建造的 牛天培之南亦林生 互扑同利 原来后面一直通通到那边 如果算到前面的话 应该是最少四地 现在这里都被隔开了 而且单独加了锁 那边都锁着 进不去 我们看这边并排的院落 我看这边站到这里有点高 能看一下 那里的房子 我们往这里面走 原来并排着是好几座的 看到 那边一座 这边一座 这边一座 那边又是一座 最起码并排三座 在这里 能看到这侧边的窗户 这是木窗 几百年了 几百年了 看着还是比较结实 院子里面的荒草非常多 这是侧边的厢房 屋顶上长满了荒草 门上的窗户 也被荒草给掩盖了 这边的窗户呢 这是烂了个大洞 我们看这个主宅 主宅是两层的 上方排水设施 清晰可见 有一整排的拱旋窗 而且在窗户上眼 都做了精心装饰 非常棒 下边的窗户呢 同样都是用整块的石头 凿出来的 看上去就牢不可破 中间大门的门额上方写着游宁永庆 同样是牛天培乾隆五年 边上还有很多细小的花纹 原来的门也是木门 后来才改了前门 看到 上面原来带有转轴 好 这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宅 我们就拍到这里 看到